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黑龙江省是我国位置最北 纬度最高的省份 它南北跨十个纬度 两个热量带 东西跨十四个京度 不仅如此 黑龙江也是全国林木蓄积量最高的省份之一 大小新安岭和长白山脉的茫茫群山孕育了两千多万公顷的森林 除了郁郁葱葱的森林之外 在黑龙江还有不少奇异的山林 其中在小新安岭南路的机关山 就是一座在当地百姓眼中十分特殊的山峰 那座山形如公鸡的机关 不仅外观陡峭陷阱 而且还有着许多神奇的传说 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就带您一起去黑龙江中部小新安岭南路的机关山中 探寻那座东北山峰的地质规律 在黑龙江省松花江中游的北岸 小新安岭像一道绿色的飘带 蜿蜒位移在东北平原和江河的深汉 就在小新安岭南路 距离哈尔滨市128千米之外 有一座陡峻起义的山峰 机关山 机关山方圆40多千米 由机关峰大小机关山组 这座山一改东北山岭和缓起伏的地势 刀销俯瞰的山脊 形成了一个个巍峨的石峰和陡峭的山崖 然而机关山让当地百姓感到神秘莫测的 不仅仅是它奇异的山形 更有许多离奇的传说 据说在机关山中隐藏着一座神秘的古堡 古堡矗立山顶 有许多巨型的石块层叠磊落 在古堡的四周 遍布着十分险峻的绝壁微雅 百姓之间相传 那里曾是这一带重兵把守的关爱 不仅守卫着附近的大片良田 还很可能藏有古人留下的宝藏 那么这座形态特殊的山峰中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奥秘 所谓的古代城堡究竟在哪 山上陡峭巍峨的巨石 又能够说明这一带怎样的地质演化规律 带着这些疑问 地理中国设置所来到黑龙江省布兰县 对其东北部的机关山进行考察 来到机关山脚下 接着发现 这一带山市起伏绵延 十几座山峰连成了一片 在层栏之中有一座山峰 其形态确实与攻击的机关有几分相似 当地百姓告诉设置组 那就是在他们眼中与众不同的机关山 老乡告诉我们 听老辈人讲 机关山里的确有一座古人的城堡 据说那座古堡由一块块巨石搭建 不仅可以俯瞰山下的惯景良田 还曾经作为当地辽金政权藏宝的所在 因为它位于大山深处非常隐秘 所以直到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找到它的确切位置 我听他们说我在山深看过 具体在哪不知道 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线索 设置组来到了机关山所在的 木兰县县制办公室进行走访调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当地县制记载 早在先秦时期 木兰县就有北方民族 再次留下了文明的印记 到了辽金时期 这一带已经成为了当时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而在木兰县西侧 就有一座离机关山不远的古城遗址 那么机关山上的神秘古堡 是否与山下的古城存在着某种联系 在那片遗址中 我们又能否发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呢 在县制办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设置组驱车20分钟 来到木兰县县城以西的一片耕地之中 眼前的情形让记者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这竟然就是所谓的古城的遗址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 由于东北地区土壤肥沃 耕种频繁 早在百余年前 这座古城遗址就已经被开垦成了农田 到了今天 当年古城的内城墙已经变成了一个一米多高的土址 老乡在上面种了几十棵座树 养着和人手指一般大小的绿残 虽然木兰县的古城现在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但是县制办的工作人员却告诉我们 这一带与机关山恰为极角之势 古人很可能为了防御的需要 在机关山顶建立山寨屯兵驻守 而那座大山由于道路艰险 耕地稀缺 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相对原始自然的面貌 如果机关山上真的存在古代城堡 很可能仍然相对完好的宝坪下来 那么在不远处的风鸾之间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城池关爱 又为什么当地百姓屡自进山 却始终难密及踪影呢 邱小平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 在地质地理以及动力成岩成光方面 有着多年的研究 机关山地区特殊的山形地貌和古堡传说 也引起了邱小平的关注 他也来到黑龙江木兰县 对这座与众不同的山峰展开了考察 邱小平查阅地形图后告诉我们 所谓的机关山是由大机关喇子 小机关喇子 开花喇子 片喇子 转山子等几座山峰组成 如果要寻找传说中的古堡 首先需要确定这一带的岩石性质 找到易于修建建筑物的山脊 或山间盆地 考察组首先来到了机关山南侧的 一座名为开花喇子的山峰 在对附近的岩石进行考察后 邱教授告诉我们 在东北有不少地方都被当地百姓称为喇子 确切地说喇子其实是当地人对一种特殊地貌形态的称呼 石喇子首先它是大石头 另外它是一个陡峭的一个立起来的大石头 这种石喇子往往是很坚韵的岩石 邱教授分析说 机关山的大部分山峰都被称为喇子 那么在这片山峰之中 很可能会有很多个体较大 临寻突兀的巨型岩体 考察组离开开花喇子 继续向深山中行进 不一会儿来到一座山峰脚下 这里的林木异常茂密 在聪裕的森林中 一块巨大的岩壁非常引人注目 只见岩壁整体呈现为不均匀的黄色 上方向外延伸 向导告诉我们 这块巨石被当地山民称为大乌岩 每到夏季 人们在采集山货时 一旦山雨骤来 这里就是山中最好的碧雨之地 这片泛出黄色的绝壁 引起了专家邱小平的注意 他首先对这块巨石的形态 进行了分析 这个屋岩也很有意思 它是一个进水瓶的一个结理 生出来之后 下部的岩层 因为破碎程度 这个结理的密度 比那个屋岩那边大 所以它这个破碎崩落的快 都落下来了 专家说 大乌岩所在的岩石 经过地质挤压作用 形成了众多的结理裂系 而恰好有很多 接近水瓶的结理 破碎程度较为严重 在长时间的分化作用下 破碎的岩石 就会崩塌下来 留下了水瓶结理上方的岩石 形成了与乌岩类似的形态 那么大乌岩的颜色 又为什么会呈现为 不均匀的黄色呢 向大乌岩上方望去 邱教授发现 有一块岩石 不仅纹理特殊 而且颜色非常醒目 经过仔细观察 邱教授做出了自己的推测 这个地方有这个 含金属比较高的石鹰脉 通过氧化淋绿 分化之后 它就会出现这种 含甲铁盘 把这个岩石表层 染成金黄色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这块岩石上方 存在着一层被挤压的 十分破碎的石鹰脉 正是石鹰脉中 含有的金属物质 经过氧化淋绿等作用后 产生的黄甲铁盘 将这块岩石表层 染成了金黄色 那么 为什么这块石鹰脉中 会含有多种金属成分呢 它这个是从地壳的生物 高温的这个气液 把它冲上来的一种 含二氧化硅很高的 这个一个脉体 一个碎石脉 它主要是二氧化硅 但是它夹载了很多 这个金属元素 比如说铁 猛 甚至可能还有千辛 这些元素在里边 发现了这样的 不满水平裂系的岩石 邱教授认为 这说明 机关山在数千万年的 地质作用过程中 受到过强烈的挤压和抬升 而特别的是 这一代的地质硬力 让岩体产生了 众多的水平裂系 卡推测说 很可能继续向山顶进发 能够看到更多 更加特别的景象 也许在某些裂系 更深更大的地方 就会有适合古人 修建城堡的亭台或挖地 随着考察小组 向山顶进发 一块块险峻的岩石 出现在行进的道路上 这使得前行的路途 变得越来越崎岖难行 忽然 一个断崖挡住了考察小组 前行的道路 您要我半蹲着 重心放低 对对对 重心放低过去 脚下的岩石 宽窄和墙壁类似 陡峭树壁 崖壁下是万丈深渊 每位队员通过崖壁石 都十分紧张 生怕出现一败 太有挑死了 就在我们刚刚经过的岩石缝隙里 科考队员发现 竟然盘踞着一条蛇 这让所有人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这基本上就是一种腹蛇 一种腹蛇或者叫响尾蛇 你看这名叫机关山蛇盘崖的地方果然名不虚传 还真有毒蛇盘局 专家说东北地区虽然是冬季漫长 年平均气温也不高 但是由于很多地方这个生产环境保护的相对较为完好 所以在野外仍然生存着一定数量的变温帕行通 那么在这座蛇蟒丛生人际罕至的山顶 究竟哪里才有当地人所谓的古堡呢 人们在这样险峻的地方修建城池 又究竟有着怎样的目的呢 考察组沿着陡峭的山脊 一路小心前行 在行进了大约两千米之后 一排形态更加特殊的岩墙矗立在山间 他们笔直斗地 依次铺盏连绵不绝 如此壮观的景象吸引了考察组的目光 当地向导告诉我们 这些石墙被当地百姓称为机关长长 山民们都相信 这是自己的祖先修建了一道 富佑山下平原耕地的山险长城 但是专家邱小平在仔细观察之后 得出了自己的推测 至少有四个山峰是平行的 南北方山峰都是受这个南北方向的 张性断裂 这个切割形成的这种石墙地貌 每一个小山脊上面都有 这个像长城一样的石墙 所以老百姓形象的称为长城 这个称呼非常贴切 原来这一列列垂直向上 隐隐不绝的所谓机关长城 竟然是大自然鬼斧神功的杰作 这让记者感到有些诧异 邱教授说 这样的天险的确非常特殊 在冷兵器时代 古人很可能利用这样的悬崖绝壁 构筑公式进行防御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岩石 能够在自然之力下 形成这样的奇观呢 专家带领我们靠近了 其中的一面绝壁 这时邱教授发现 这里的岩石都是一种特殊的花岗岩 它是一种二氧化硅含量 极高的一种盐腔盐 所以它强度很大 这个硬度也很大 二氧化硅是所有花岗岩的 主要成分之一 一般而言 普通花岗岩的二氧化硅含量 平均在70%左右 然而这里的花岗岩中 二氧化硅含量很可能接近了90% 正是这种硬度高强度大的物质 在岩石中大量聚集 才能够在千万年的风雨侵蚀之后 留下了这些情如强敌的壮美景观 在破解了当地人眼中 机关长城的奥秘之后 邱教授推测 很可能那座传言中奇异的古代城堡 就位于山脊线上 于是考察组在专家的带领下 沿着山脊向西南方向继续搜寻 大约行进了6000米后 忽然一座类似成员遗址的石台 出现在了队员们眼前 这座石台呈现出规整的四方形 不仅墙面与地面垂直 而且每一个墙角也都接近直角 塔长80米宽20米 高度超过了10米 墙体基座由一块块巨大的岩石 堆积叠加而成 这的确有几分类似古代长城敌楼的建筑形式 邱小平教授推测 这里很可能就是传言中 机关山顶的神秘古堡 那么这座古堡究竟是什么人 在什么时代修建的呢 正在记者试图在古堡周围 寻找历史线索的时候 邱小平教授却发现了 这些石块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规律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这个岩层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 平行的 近于水平的这种 大致等间计的这种裂系 平均大概有30到50厘米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 这里的石块间 并没有人工累气或者凋凿的痕迹 因此这些石块并不是古人开凿修筑而成的 从现在的裂系证据推测 眼前的所谓古堡很可能也是天然形成的方形石台 而这些水平的裂系在地质学上被专家们称为谢贺裂解 就是说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块岩石 当它受到相当大的压力的时候 这个压力几乎接近于它的抗压强度 或者是这个岩石的抗张强度 然后突然这个力量释放了 突然没有了 那它就反弹回去 所以它形成了大致等间计的这个一个个 一个个的这个反弹的这个谢贺裂系 邱教授说 谢贺裂解是一种特殊的物理风化现象 它是由于地质运动等原因 导致花钢岩岩体被快速的抬升到地表 岩层上方的大量物质 在短时间内被挤压搬运到了其他地方 这时原本承受巨大压力的下层岩石 由于压力的消失而产生膨胀 由于机关山岩体本身硬度很大 弹性较差 在膨胀过程中就出现了水平方向的 一层层等距离的谢贺裂解 而这种十分罕见的自然现象 故似人工修建的城墙 因此被当地百姓当作了古人的堡垒 它这个直角相交的这个石层 就是因为它有东西方向的断裂 还有南北方向的断裂 同时切割这个花钢岩 所以切割之后就形成了一个 长方形的一个石层或者石堡的 这个景观留下来 那么为什么在机关山 能够看到这样特殊的石堡状花钢岩景观 这样的掩体又与山下形如屋檐的巨石 山脊上宛如长城的石墙 有着怎样的系统性光联呢 朱小平在查阅了相关地址资料后 有了更深入的新发现 东亚有一个极其壮观的一个断裂带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弹炉断裂 弹成到炉江这个断裂带 后来研究发现说 这个断裂带远远不止在安徽境内 东北边可以到黑龙江 这个断裂带是北东方向的 或者叫东北方向延伸的 我们机关山地区所有的大的断裂带 基本上都是南北方向的 而且是张开的张性断裂 这个张性断裂就是 这个北东方向的大断裂的 这个旁侧的刺身断裂 专家解释说 机关山的四座山峰 从南到北都恰巧分布在 弹炉断裂的刺激断裂带上 这条东亚地区最大的断裂 不仅造就了大量二氧化硅含量 极高的岩浆侵入地下 形成了花岗岩的岩体 而且还通过反复不断的地质运动 让地下的岩石隆起形成高山 由于岩石性质特殊 城山的时间迅速 使得机关山在长期的拨石之下 逐渐形成了绝壁天险 和天然石宝的独特地貌 这才是这座大山真正的地质成因 和最为独特的演化规律 专家在考察的最后告诉我们 其实通过对机关山的科学研究 不仅仅能够揭开 小型岸岭本身的一些特殊的规律 最为重要的是 把这片白山黑水 与中国大陆东部的地质演化过程 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这对于科学家研究 东亚大陆构成和变迁的历史 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同时由于机关山 人际罕至物种丰富 至今仍然保持着 十分原始自然的生态环境 这也为专家们 展开东北高纬度的 动物群落森林系统研究 留下了十分珍贵的样本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